1月18号是农历腊月初八 我们迎来了中国传统的农历节日 腊八节 每年这一天 人们都会喝上一碗热气腾腾的腊八粥 关于腊八节的起源 民间有许多传说 其中较广为人知的说法 是来源于古时的腊迹 后与佛教的法宝节相互融合 腊八节腊八粥呢 实际上啊 是跟我们过去的腊迹有关系 远古时期 我们不是狩猎吗 冬季的狩猎 狩猎以后呢 他会进行祭祀 因为最冷的天了 后面就转到了春天了 一开始是没有固定时间的 后来呢 后来逐渐固定在12月初八 那么祭祀祖先 祭祀各种神灵 各种自然的那种神灵 它会有各种食物 这些食物熬在一块煮 就做成了腊八粥 在我们的腊八固定在南北朝的时候呢 正好呢 东汉的时候佛教传入 但是世家就是佛主受了寒 然后呢是当地的这个农妇给他熬了粥 熬了各种各种食材组合成的一个粥 然后吃了以后他就成佛了 拿腊八粥去普渡宗生 这样的一个概念 专家介绍最早的腊八粥配料较为简单 多维米与红小豆来煮 后来随着用料逐渐增多 腊八粥的品种也渐趋丰富 在宋代还被称作七宝五味粥 武林旧市里头就记载了这个喇叭的食材 食材里头是就是核桃 然后呢松子 完了呢蘑菇 柿子 还有一个呢是栗子 这个五味 对世界上主要是干果 这个五味干果 然后这五味干果加上了就是古物 构成了这个熬喇叭粥的主要食材 所以呢又称为七宝五味粥 就包含了酸甜苦辣 人生五味 腊八粥呢在这个传承过程中 现在基本上是三类 一个是古物干果还有豆类 多种这个食材构成了一个腊八粥 除了腊八粥 腊八节期间还有许多不同的特色美食 如腊八面腊八豆腐和腊八蒜等 比如说西北一些地区 它可能没有那么方便 有大米把面粉和这种蔬菜 混合然后做成了哨子面 情势变成了喇叭面 吃喇叭面来代替 那么有一些地方呢 就是说也有喇叭豆腐 就这个时候呢做的腌制和晒晒制的那个豆腐 来做喇叭的食物 还有一些地方呢吃喇叭冰的习俗 就是喇叭头一天呢先拿一个盆 然后呢把冰放在外面冻了 第二天拿出来吃喇叭冰 觉得喇叭的时候吃喇叭冰呢一年就不肚子疼 还有喇叭蒜的习俗 尤其北北京地区也是特别特别流行吃喇叭蒜 但喇叭蒜呢不要去送人 过去商号啊过去经商人家都喇叭结蒜 就说我谁欠我钱我欠谁钱 这个时候该还的该要的要回来炸 所以呢他如果想要炸又不好意思去说的话呢 我就把这个给你送一把喇叭蒜 就是一说你欠我的债该算清楚了 其他提醒的作用